是这位任职于词济技术学院的吴宇荣老师 因为他平常很会带团康 一度以为入金藏就跟团康差不多 所以他自动请应要担任种子老师 没想到开始练习之后 才知道入金藏的手语唱颂 跟他平常蹦蹦跳跳的团康很不同 因此他学会调整脚步 以更庄严的仪态入金藏 也终于能够扮演好种子老师的角色 究竟从上往下还是由下往上转 重新当学生大家面面相觑 以为种子只是把手语学好就好了 后来才知道说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还好教学相长 吴宇荣在供修水颤时赶紧问清楚细节 然后再把握各种琐碎的时间一练再练 就是在车上一直听一直练 然后在家里就是看影带学习 他们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小细节 因为都很重要 如果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怎么去告诉别人 吴宇荣不会言心里的惶恐 也因此当企划团队带来助力 让宇荣体悟到心宽念纯的福报 那其实很多都是最好的因缘汇聚而成 所以好的坏的我都学会去接受 那也不要去苛责别人 也不要苛责自己 诚意方音 自信佛自然显现 当经文与手语越加熟练 一信原名自然 是让吴宇荣最涉心的境界 大海新闻之战美之工 王池坤 叶金英 华联报道